圣装传统服饰跳出来以妇女 最继生命的头发舞 由东清部落妇女组成的舞蹈团 在田园中认真练习 期望在演出的时候展现最美的舞马 让游客监视最正统来以传统舞蹈 去教育 然后传承 然后再来这次就业 来延续我们这些 浙江湿船的一些歌谣 传统表演 一些来呈现给我们的游客 透过游客来宣扬出去 我们自己的很美很美的文化 向南海表示 在部落闲聊中 有不少主人提起组成一个舞蹈团 除了让游客欣赏难以美丽的风景外 传统舞蹈表演更是另外一个选择 因此才成立东清妇女舞蹈团 成员也表示 除了可以维持生计 更可以延续传统舞蹈 不但是为着生活上所需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乎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学习到我们的文化 就是要呈现我们的 原住民的亚美族的一个文化 那因为这个部分是没有人去采取的 所以我们不能失传 平均一月55岁以上的东清妇女舞蹈团 每周五六日都在东清部落售票演出 表演内容除了现有妇女头发舞 礼战舞等 未来也会加入南式小米祭传统舞蹈 让游客观看和体验 来以正统且完整的传统舞蹈 游戏新闻小米祭大圣台东来采访报导